大家好 这期视频我分享如何申请SSL TLS证书 我先介绍一下有关证书的一些简略的一些知识 之所以要做这些视频 是因为有一些小白找我帮忙 然后视频教程是最直观的 第二就是未来做一些视频的话 证书是一个基础 就我的经验来说证书的用途有两个 一个是为网站提供通讯的加密 如果一个网站它采用的是htt进行通讯的话 那么它是明码的没有加密的 数据传输都是不安全的 通过申请证书可以 申请证书经加密之后就变成了https通讯 https就等于http加上tls加密 另一个用途是用于科学上网的伪装 科学上网有很多的协议都是把流量加密 使得防火墙无法识别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证书加密之后呢 把科学上网的流量混淆在了众多的https流量当中 用于规避防火墙的审查 众所周知在国内的阿里云腾讯云也是可以申请证书的 但是需要非常多的审查 并且也是付费的 而很多国外的服务商是免费的 这期我就用使用最广的let's encrypt的申请证书来给大家做演示 因为最近我申请了let's encrypt的证书 所以有一些体验 并且发现它的证书申请方式有很多种 所以就统一做一个视频来帮助一些不太懂的人 这里多说一句就是我的博客用的是cloud flyer的证书 cloud flyer的证书有几种加密模式 它大致是分为完全加密和不完全加密 我使用的是完全加密 完全加密在你的服务器上会部署一个边缘证书 而那个边缘证书是并不能独立用于独立做证书的 它只能用于边缘服务器和cloud flyer服务器之间的加密通信 并不能单独使用 但是let's encrypt的证书 它也是可以作为边缘证书 用于和cloud flyer服务器进行加密通信的 而let's encrypt的证书呢 它也可以单独使用 因此let's encrypt的证书 即使你的网站没有使用cd 依然也是可以独立使用的 但是缺点就是证书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续签 大概是60天或者90天 比较麻烦 视频用的脚本的地址就贴在视频的说明栏当中 首先安装脚本 复制命令 粘贴过来 email其实可以随便写 只要不用那个example就可以 这就安装成功了 然后做好域名的映射 我这边是把这个testpassword.1 映射到了我的服务器上 复制这个命令 粘贴过来 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被卡住 这里最好关闭CentOS的防火墙 以免80端口不通 如果需要安装socat的话 就使用yam命令安装 好一切顺利 这就是我们的http验证方式的 这个standalone 下面我们用http的ngs的验证方法 我先启动Ngx 复制命令 然后把域名改成我们的域名 运行 然后非常顺利 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目录里就已经有证书了 这就是Ngx的验证方法 然后我们再来试用 演示DNS的验证方法 首先我已经把test111 做好了域名映射 然后复制了命令 然后需要再把这个domain 复制到添加一条txt的 DNS 内容就是这个 这样复制好了之后 复制好了之后 再执行复制第二条命令 renew的这个命令 好执行 然后等待一小下 好就成功了 刷新一下目录 可以看到这个目录下面 有txttest111的目录下面 已经有证书了 最后就是要增加一个自动更新的指令 ChromeTab的命令 但我发现这个脚本已经自动添加了 就不用了 最后是使用DNS API进行更新 这个不同的服务商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同小异 基本上来说就是在你的像比如cloud flyer 设置好你的ID和token 然后追加到后面的那个命令当中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就不进行演示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 看看你所使用的这个DNS的具体操作方法 请iert咖啡 她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